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 现在乌克兰也反击了 在刚刚上一轮的 我们的快讯中有提到了 就是乌军是指控俄罗斯是开坦克 在这个盾内刺客里面 无差别攻击 那么刚刚根据路透社的快讯 他说现在乌克兰的亲俄分子也指控了 他说乌克兰的政府军队 在今天当地时间14号上午 对乌冬的盾内刺客市区 进行飞弹攻击 好 听清楚了 是乌克兰的政府军 对盾内刺客市区进行飞弹攻击 目前已经知道有16个人死亡 23个人受伤 这个就是路透公布的这个图片 在盾内刺客里面 发现这个飞弹的残骸 那它是呈现一种断一半的一个情况 我们还有另外一张照片 这也是它就躺在盾内刺客的 市区的街道上头 另外呢 在这个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哈尔科夫 现在此刻也遭到俄罗斯的攻击了 好 目前战争 是多点同时是继续打的 在哈尔科夫那边 住宅也是被攻击了 而且呈现这种被轰烂的状态 而且呢 目前死伤人数不知道 因为攻击还在发生 那么呢 他们还巡获了 这个是乌克兰军队 他们说巡获了这个火箭的 推进榴弹的弹头 好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的严谨工序 将严选大干贝 珍珠包 还有呢 石斑鱼菲利来入酱 制作皇家品味的口感 您可以扫描QR Code 或是直接到快点购的网站购买的话 记得要输入 CTI567 就是蜡西的推荐奈马 这就是蜡西的推荐